童星出身的杨子一直都有着很不错的资源 而他自己也非常努力 手里的爆款剧也是一部接着一部 前段时间由他主演的余生刚完美收官 便转身投入到了长相思的剧组进行拍摄 这次几位主演的阵容也颇受好评 虽然算不上是顶流 但是外形和演技都非常被网友们看好 这部剧已经在前段时间开拍 几位主演的剧透照也陆续曝光 杨子在剧中有挑战女扮男装的造型的戏份 穿着道袍不是宣传漫画装的那般潇洒 但却有些可爱 不禁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网友则表示他的这个造型像是复制的 曾经杨子在拍摄《香蜜》这部剧时 就有杨子女扮男装的戏份 与这次的造型同样是宽大的外袍 加上了一个小发迹 看到这次剧透照 不禁有网友就吐槽这个造型 太有相似感了 让人感觉像在看香蜜 而他这种相似感 并不是仅出现在这部剧中 他在饰演的很多现代剧中 也有网友吐槽造型太相似 主要是角色和装造都非常的千篇一律 一点心意都没有 即使是这种情况 杨子也是凭借着自己的演技扭转了这个局面 虽然造型相似 但是他所饰演的角色 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让人不会出戏 再看一部剧时 不会联想到他演过的另一个角色 这也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咖位也是有道理的 说起造型相似度太高这件事 必然会让人想起同样情况的 居静一 他在饰演的电视剧中 不仅造型是复制的 连角色都一起复制过去了 所以才会遭到网友们的吐槽 因此也有网友拿杨子和居静一相比 并表示 居静一没法比 他们在演技方面还是有些差距的 杨子之所以手握多部暴剧 也是因为他的演技让人很有代入感 尤其是哭戏的时候 让人找不出缺点 造型的问题也不能全都怪在演员身上 这与剧组的造型团队也是息息相关的 还希望剧组们能够听取网友们好的建议 能够改进这一点小小的不足 不过还是很期待杨子的新剧